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呢就收到了今年买的第一颗月季 它的名字叫做伯纳蒂特·拉方特 现在就给大家来拍一个开箱的视频吧 开箱非常的方便,直接拎出来就好了啊 然后现在它已经是种在一加轮的花粉当中了 我们来看一下根系吧 这个根系挺不错的,已经长满了 我觉得可以给它换一个更大一号的花盆了 然后店家呢也已经给这颗月季修剪好了 珠心也还可以 然后现在到我这边,我这边其他的月季大家看一下 都是已经打完石榴合计了的 所以我打算呢就是等一下给它换一个盆 然后再把叶子露掉,再打一下石榴合计 不用冬剪挺好的,就是避免了伤流 那上盆之后再给大家介绍吧 今天又收到了一款小苗 不过呢这回不是月季花了 我这次是买了一颗铁线莲 它是F系的铁线莲,名字叫做倒影 这个铁线莲看起来还是蛮小的 这么大 嗯,接下来就开箱吧 嗯,上面的这个叶子呢 有点粘了 居然还有花苞 底下我也看到有小花苞 那这个状态的话 这么小的苗,花苞还是不要留吧 底下这个先留着 上面这个先掐掉 因为上面的叶子都已经粘了 嗯,铁线莲的根系呢一般都是挺好的 会比月季好 现在看一下根系吧 小苗也是这样的根系 一般它的根系就非常的强健 而这个品种是倒影 上盆之后呢 再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买它吧 好的,现在这两盆花呢都已经上盆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买它们的原因 这一盆呢就是拉方特月季 简单介绍一下吧 我在网上查的这个资料啊 它是以法国一个女演员的名字命名的 那去年我在说眉红色的月季的时候呢 就有花有强烈的跟我推荐过它 说它表现非常的棒 那我去年确实也是有了解过它的 就是简单的粗略的了解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这款眉红色的月季 好像开花枝还是比较偏长的 所以考虑到我这边眉红色的月季比较多 所以当时呢就没有去入手它 那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讲了我这边月季呢 花最香的这几款月季的名字吗 然后就有很多的花友跟我反馈说 特拉方特也是非常香的一款月季 所以因为像我推荐的花友真的还是比较多的 每个平台都有花友跟我推荐它 所以我开始就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它 而这一了解发现它真的是优点还是挺多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款花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它很耐热 然后像我这边浙江泰州 夏天可以说一直从五月到十月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确实很需要 这个耐热性比较好的月季品种 然后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它花期也是挺长的 这就很难得了 一般之前我说过花香的月季呢 花期都不会太长 据说它的花期还比较长 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抗病性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么多的优点累积在一起 我确实已经动性了 那么虽然它的开花枝比较长 但是我也看了有一些花友的反馈 就是说这款直立性虽然不是特别好吧 但也不是特别差 可能在它长大以后打造一下珠型 这个直立性也还是可以的 其实如果能够达到像那颗合适这样的直立性 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呢特拉芳特虽然它是一款霉红色月季 虽然我这边霉红色月季还是挺多的 但耐热性好花期长 这两点真的太吸引我了 所以我就入手它 演演看吧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它跟刚刚到我这来的时候状况不一样了 因为我把它的叶子全部都已经露掉了 店家修剪了以后 反正这个修剪珠型也还可以啊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动它的珠型 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入手了这一款倒影的铁线连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买过新的铁线连了 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入了 那大家之前也看到这颗到我这边的时候呢 这个叶子都粘了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花苞 我现在已经把花苞呢给它摘掉了 叶子也都全部都摘掉了 就剩底部的一些小叶子了 因为铁线连这个时候 在我这边它都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的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时隔两三年之后 我又入手了这一款铁线连呢 因为倒影这一款呢 从图片上看真的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一款F系的三类铁 而对于三类铁 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比如说乌托邦它就是三类铁 然后三类铁的开花性在我看来 就是比二类铁要好很多 因为二类铁的话呢 它最爆的就是春天这一波花 但三类铁呢 春秋可能这个花都能够开的比较爆 像乌托邦的话 它可不只是两季花 如果你在养护得当的情况下 一年当中它可以不停的开花 另外呢 选择倒影是因为它很漂亮 这个颜色呢是浅紫色加上深紫色 可能就是根据它开花的时间的长短 这个紫色呢也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另外它的这个花瓣呢 既不是单瓣的也不是重瓣的 也就是说比圆空要少 但是比乌托邦要多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种花形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它的图片 几乎每张都很美 所以这种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那个花形又很漂亮 然后又是F系的 也就是说它的开花次数可能会比二类铁要更多 所以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入铁蟹连 现在就是觉得非它不可的一个原因 当然不知道在我这边能够养到什么程度 能够开花开成什么样子 总而言之呢这是我今年春天 最早入的一颗月季和一颗铁蟹连 其实今年春天我并不打算入很多的月季 因为我现在剩下月季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淘汰一些清理掉一些的 然后已经开始上班了嘛 所以时间精力真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每入一颗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啊 不过呢接下来充满希望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我这边的月季们也开始慢慢的在萌芽了 充满希望的一个春天呀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